大家好,我桌面上这一盘长寿花开花开的比较旺盛了 不过昨天张阿姨就过来看到了 她说你这本长寿花为什么养的这么旺开花这么多呢 然后她就向我询问了几个养活方法 那么我就偷偷的告诉了她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她快速的抽出花包开出花朵的 第一步就是在开花前给她吸用磷钾肥 磷钾肥就是磷酸氢钾钾 因为磷酸氢钾它是一种很好的粗花肥还有粗根肥 增加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有力度 最好使用一些高纯度的磷酸氢钾给她吸用 就是磷钾肥像这种高纯度的磷酸氢钾纯度为95%的纯度了 它呢是可以起到抗导服抗网液抗伪念的作用的 所以你使用这种磷酸氢钾给她吸用是比较合适比较好的 那么使用的话呢就是两个对上2000毫升的精水给她喷洒加浇灌就可以了 大概15天左右给她浇灌加喷戏一次是比较好的 就是整个脊柱给她喷洒进行就是用到一个喷水屋调到醉屋的状态 就是直接给她喷洒就可以了 这样呢提到它冒出花苞之后就可以给她顶级食用了 那么给她顶级食用磷酸氢钾之后呢 咱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肥给她补上 这也是一种水溶肥 水溶肥有什么呢 这也是这种AM盐露给她浇灌一次 因为这种AM盐露呢里面所含的有义菌乳酸菌酵母菌成分是比较多的 对这个土壤的收松度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咱们就是20天或者是一个月给她使用一次浇灌一次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增加她的这个抗体抗病抗肿害的作用的 所以呢使用这种AM盐露给她浇灌就可以了 这里呢有一个量杯的大概用到15毫升 对上大概500毫升的清水给她浇灌就可以了 所以呢让她吸收了这种AM盐露呢 营养之后它自然就生长得更加的旺盛了 因为这种AM盐露里面所含的蛋白剂氨基酸维生素等等物质成分是比较多的 所以使用给这个官花官业职务使用是比较好的 在这个长寿花开花之前开花之后啊 这样简单的喂肥就可以了 这样就很好的让她花崖分化开出抽出花包花朵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